各位Android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高欢坦高老师 我继续来帮你解释Android的Custom函数的这个范例 在上一节里头呢,我们已经看过这个ListView里头的这个BaseAdapter的部分 就是在这个BaseAdapter里头有四个这个Custom函数,有GetView等等的 那这个是我们已经从这个例子当中了解到具体的Hook函数到底是什么 那也从这个Android的真正的ListView的框架当中 体会到Hook函数这个基本机制 那你可以看得到在Android的框架里头呢,处处都是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OK,好,所以掌握的Hook函数,你几乎就抓到了这一个框架的一个任督二脉里头最重要的部分 好,然后再把这一堆的Custom函数集合起来 就成为这个J-Code 就成为J-Code 就成为J-Code 就是I 成为J-Code OK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是一个AP咯 然后这有一个是Draw View 这有一个是Button 这个Button比较特别 有画图,有这个一颗心 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美工的设计 OK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样的一个程序咯 这样的代码 所以呢,我们就设计了一个针对这个View 然后呢,写一个子类 叫Jaw View 叫Jaw View OK View 然后有一个是Jaw View 那这个是子类咯 这是G类 那G类呢 有卡榫函数叫OnDraw 这就是卡榫函数 它是定义在G类里头 是空的抽象函数 是G类的这个抽象 抽象的这个函数 然后,这个是抽象函数 而且呢,是这个View 扣这个Jaw View的OnDraw 它会扣到这个Jaw View的OnDraw 从View扣下来 OK 扣下来 在扣这个View的时候呢 它就开始做画图的动作 有没有 这都是画布嘛 然后画图 画图 对不对 做画布 画图 OK 做画图的动作 好 接下来我们再 针对这个Button 这也是Android框架 的G类 这是G类 这是G类 这是子类 然后G类呢 也定义的OnDraw OnDraw 这一个 这一个卡损函数 也就是 所谓卡损函数呢 我说过了 在加法呢 是落实成为 Overwritable 的一个 或者是 落实为 Extrate 抽象函数 所以这里头 也是做画图的动作 做画图的动作 OK 做画图的动作 这是Edge的Button 之类 的一个动作 那现在 就来一个 Activity 所以这个 Activity呢 OnCreate 我们讲过好几遍啦 Activity呢 定义的一个 OnCreate的抽象函数 让MyActivity 来把它补充 把它补充起來 所以你看 这刚刚 无论你是Button 也有一个卡损函数 你看 这一个 View 也有卡损函数 OK 当然View跟Button 其实是同一个体系的啦 是同一个体系啦 但是Activity里头 也有一个卡损函数 有没有 这卡损函数呢 就是 也是做了很多很多 这一个 UI的动作 这是UI做 顾及做Layout 的动作 所以这Layout里头 包括 New一个 刚刚的子类 叫JawView 再把这个 JawView呢 把它加到Layout里头去 再New一个EdgeButton 再把它加到Layout里头去 有没有 之后呢 再把这个Layout 显示出来 叫做SetContentView OK 就这样 所以UI上面 就可以看到咯 这样的一个画面 就可以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画面 OK UI上面 就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画面 OK 就看到这个画面 OK 好 那我们就 再来 把这个 继续 往下看咯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 Android的 抽象类 就是框架里头的类 有一个叫做Vue 提供了一个 定义的一个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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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来做一个 对接 OK 所以 在Vue里头 定义了一个 卡榫架 这些 然后呢 让 这些 这个实现的代码写在这里 所以 这里是虚的 这里是实的 是实的 OK 那这就是 Vue的 卡榫函数 当然 Button也有 当然 Activity也有 OK 所以 这里就是 一个画图的例子 让你了解到 OnDraw的 这个 卡榫函数 OK 好 我们再来 帮你做个 刚刚看到的 就是 Android的 应用框架 里头的 卡榫函数 那我们 当然 知道了 在Android的 应用框架里头 有很多 这个设计模式的 一个运用 所以 设计模式里头呢 这个 卡榫函数 其实 在LOS成佳 都是 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好 也就是说 框架 你的卡榫函数 或者是 这个 Design Pattern里头呢 也都是 实现成 这个 一样的 加瓦的 抽象函数 或者是 可复写的函数 或者是 C++的 这个 抽象函数 或者 虚拟函数 OK 好 所以 卡榫函数是 副子类别之间 的一个接口处 也就是 Interface的部分 在框架里头 有许多 抽象的 副类 副类 就是很多 抽象的 需要跟APP的 籍类 来做 衔接 那么 这个 也需要 通过 卡榫函数 来衔接 那么 就是说 在 应用框架里头 并不是全部都是抽象的 类 应用框架里头 也有负类 也有质类 比如说 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 view 是 框架里头的负类 它也有框架里头 也有质类 叫做 edit view text view 等等的 但是 这中间 也有 卡榫函数来衔接 但是 跟APP之间 就是说 类 如果在APP里头 那 它也是透过 卡榫函数来衔接 所以这里再说明了 在框架内部 也有负质类别 负质类别 负质类别之间 也是 需要 卡榫函数来衔接 同样的 在APP里头 也是有 它自己的 鸡类子类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APP 里头 也有鸡类子类 这中间 也有 这个卡榫函数 所以这里再说明了 这个卡榫函数 并不极限在 框架跟AP之间 在鸡类子类的地方 都可以看得到 都是 藉由这种 卡榫函数 来让 鸡类 就是负类 来做虚的 让子类 来添加实的 达成这个虚实相依 所以呢 我们处处 可以看到 卡榫函数的身影 好 当然 也常常看到 这一个 啊 框架里头的 基类 的负类 对应到 这个 AP 是子类 啊 所以 APP是位于 啊 AP是位于 这个子类 啊 我就说 不是 就是 负类 是位于 这个框架里头 子类 是位于 APP里头 啊 这样子 就是 这一边是APP嘛 在讲这个的关系 所以 这两个负类 子类 负类 在框架里头 子类 在AP里头 也是透过 这个 啊 卡榫函数 例如说 Button 就是 G类 Edge的Button 就是子类 那 它是在 框架里头 它是在APP里头 OK 好 那 View跟Edit View G类 在 框架里头 子类 也是在框架里头 好 那 它 凡是有 父子类 之间有 虚实相依 就全部是透过 卡榫函数 它 可能出现在 这一个 APP里头 可能出现在 框架里头 可能出现在 两边的 对接的 借口 像这个 View 是在 框架 这是在AP OK Android 常用到的设计模式 因为 Android 也常常 画两边 或者是在单边 所以呢 也常常 会牵涉到 父子类别的 这种合作模式 也就是涵盖的 父子类别 之间的合作 这个时候 卡榫函数 就成为 设计模式里头的 重要机制咯 好 所以 我们在 这一章里头呢 我们就先介绍了 卡榫函数 充分了解它的 含义跟特性 就能够 来充分的理解 设计模式咯 OK 好 所以我们 从最基础的部分 来帮你 建立一个扎实的基础 让你来了解 设计模式 了解 框架 OK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就来看看 看看这一个 Factor-Messor-Pattern 那这个Pattern呢 就是 这里 本来就只有一个 G类子类 在这里 这就是G类 G类子类 OK 也就是 我提到的 这个E 提到的 T OK G类子类 那现在呢 上面是框架 所以上面要先写 先开发 OK 所以这两个类 先 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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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现在有一个问题 好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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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必须要去 new 这边的对象 好 因为new 对象要new 子类 他要new 这个对象 他这边的 构造函数 才会来call他 才会来new到他 所以他要new 他 但是问题来了 这边先做 这边后面才写 比如说 这个是2006写的 这是2013写的 所以2013这个子类的名字 才知道呀 那你怎么经营他 对不对 所以这一条路径就不通了嘛 不通了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 好 就动一个 卡榫函数 让这个子类来实现这个卡榫函数 让这个子类来new 这边 让这个子类来new这边 所以变成 他new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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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call他 他call他的复格函数 他来new他 然后 在new他的时候 会调用他的构造式 来new 所以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pattern 叫做factor measure pattern 因为他像一个工厂 生产这个产品 来new出一个产品 所以这叫做工厂的一个方法模式 ok 好 那这个factor measure 其实就是复刻函数 ok 所以在这一个四人帮的factor measure的模式里头 就隐藏的 也就是隐藏的 这一个卡损函数 也是是由卡损函数 来实践 这个factor measure factor measure 所以factor measure 就是一种卡损函数 即使最简单的 android的程序 都会运用上图的factor measure的 这个模式 他的幕后的台柱 就是卡损函数 ok 我们现在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这样简单的 画出一个图形 画出一个图形 那我们就会有view 会有graph view 那就鸡类子类 那view 有一个抽象的函数 叫做on draw 所以 这叫做卡损函数 所以这个graph view 要把它使做起来 这一个on draw呢 是view的卡损函数 那我们在my activity的时候 有一个on create 这个其实就是factor measure pattern 就是factor measure的部分 on create on create 再来new graph review 有没有看出来 现在是这边有一个view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个graph review 对不对 然后 现在这边有一个activity 那activity要new它 不可能 因为 它比较早 它比较 比较晚 所以呢 它就弄一个 这个graphic activity 然后 然后 弄一个factor函数 当成它的factor measure pattern 叫做on create 所以on create 就来调用它 所以 它必须实现on create 这个函数的实际的代码 然后在这里头 然后在这里头 再来new它 在这里 在这个on create里头呢 来new 这个graphic的对象 new这个graphic的对象 所以 这个graphic activity呢 里头on create呢 是定义在这个activity 符类里头的卡损函数 也就是这样得到 你看这个view 本身有一个卡损函数 由子类 来实现 达成虚实相依 那么activity 也有一个卡损函数 但是这个卡损函数呢 在design pattern里头呢 就是factor measure 就是factor measure 就是在design pattern里头 另外它的特定的意义 那它的意义就是 它来new它 它来new它 然后它call它 所以实现了 由这一边 来new这一边的目标 ok 那其因理上面的两个类 是先开发的 这两个类是 AP开发者开发的 这是框架开发的 所以透过这个样子 就可以完成这个目标了 ok 所以 当你仔细观察 这个on create的函数 你会发现 它就是new了 一个graphic的对象 所以这就是factor measure pattern的身影咯 原来 activity跟graphic activity之间 是一个继承机制的幕后 应用了factor measure的模式咯 有没有看到 android的框架里头呢 是一个factor measure的模式 那这一个on create 就是这个factor measure 那也是在实现的时候 是搬连了卡榫函数的角色 那在java就变成是 就是落实为 筹像函数咯 筹像 或者overwritable的函数咯 所以它负责创建了 这个reflect view的对象 所以称为factor measure 因为它是工厂 来创建 这一个某个对象 所以除了上述这个factor measure的模式之外 其他的模式里头也有很多卡榫函数 例如说 最简单的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 就是四人帮的那一本书 23个design pattern之一 就是刚ofor里头的 这一个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 那这个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呢 里头呢 就有一个叫temporary measure 这是迹象的函数 这两个是抽象的函数 所以这两个就是卡榫函数 这两个 它里头定义的 在这里的图里头 这两个是卡榫函数 那这两个就是说明了 在这个design pattern 就是temporary measure pattern的里面呢 也需要卡榫函数 OK 来实现这个pattern的意义 其中的这个primitive operation 就是一种卡榫函数 总而言之 模式是架构设计专家的 光架设计的官用的手法 里头呢 蕴藏了很多实际的理念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呢 来让各位来理解 Android平台 透过这个 design pattern 透过我的提倡的EIT 透过这个hook函数的概念 那么 来了解Android的平台框架 那么 因为这个custom函数 可以直接对应到 这一个java或c++的抽象函数 或者overwrite的函数 所以也就很容易的 能够理解到 为什么这个框架跟模式 尤其是框架 是一个可实现 可以执行 可以落实成代码 可以执行的一种架构 OK 所以从 这个Android的实际的 范例当中 让你呢 慢慢的 这个 充分的领域 这个设计模式的意义 那理解了 设计模式 在实现成java的过程当中 在落实的过程当中 也需要 像这个custom函数 来做一个 幕后的知智 幕后的实践者 所以依赖custom函数 来实现 父子类之间的对接 让父类的虚空 由子类来弥补 来实现 这个趋势相依的 优良设计 OK 然后 来创造出 优越的 应用框架 就像Android 这个样子 作为一个应用框架 可以支撑 无限多种手机 的这个 各式各样的百花期望 也可以支援 上十万百万的AP 可以被它 框住 而不会乱成一团 OK 那这就是展现出Android 的优越的 这个框架 设计 OK 好 那我们就 我就帮你介绍到这里 那之后呢 我们在下一章 就来进入到 各个 这一个设计模式 的解说 OK 好 谢谢